我们来看到这个也很恐怖 美国南加州的尔湾市 有一名皮肤科女医师 涉嫌多次在这个柠檬汁里面 加入通乐毒害 结婚十年 而且同为医师的丈夫 丈夫表示近几个月 他二度罹患了胃溃疡 食道炎 最后察觉家中的饮料 有一种怪味道 于是在这厨房里面 偷偷加了这个监视器 才发现这个饮料被下毒了 而且下毒的就是自己的妻子 那目前法院已经批准了 临时限制令 确保妻子与孩子间 保持一定的距离 女子手里拿着罐子 看似准备到饮料 每个人家中厨房的日常 不仔细看 根本不会发现 哪里有异状 但画面放大看 女子手中橘色罐子 其实是拿来通马桶的通乐 她扭开盖子 把通乐夹在柠檬汁里 企图毒死丈夫 她拿着罐子 她放在它 她放在它 放在它 她放在它 好像在她的日子里 没有发生 她的日子 非常冷静 非常方式 还是自己的枕边人 监视器不止一次拍到妻子 多次投毒 陈杰克随即向法院申请限制令 并在法庭陈述中揭露 妻子常年对她和子女 进行言语和肢体上的虐待 陈杰克更透露自己 几乎每天都会被妻子辱骂 像是她行为像个暴徒 不是男人等 脱续行为越来越严重 目前法庭已经批准了临时限制令 并禁止于悦接近子女 保持至少约90公尺的距离 而于悦近期已经获释 丈夫则尚未对她提出任何刑事指控 记者称你宣布了 糟糕我前阵子有点胃溃疡 好我们来看到前美国总统川普 位在佛罗里达州的豪宅 当地时间8号 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大规模的突袭搜查 疑似怀疑川普违反总统的记录法 在卸任之后将15箱的秘密基地带回去 不过搜查结果似乎并不是这样 川普疑似违反总统记录法 执法单位认为 他在卸任后将15箱机密文件 带回自家中收藏 川普对此发表声明 几份嘲讽 司法部门形势蛮横 犹如处在开发中国家 媒体怀疑白宫涉入这次调查 但发言人尚皮耶辩护 拜登完全不知情 记者在逼问大批FBI突袭川普家 是否是一场带有政治动机的诉讼 目的就是为了打消川普 在今年11月其中选举前后 东山再起的意图 但川普似乎没有因此却步在豪宅遭到突袭搜查后 他随后9号在Truth Social 有剖出一则竞选风格的影片 假新闻片段疑似暗指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称他违反总统记录法毫无根据 川普针对这回搜索抨击 检方独职将司法系统武器化 FBI干员突袭他的庄园 反映了民主党曾搅局其中选举 将他从2024年竞选中除名 另外根据纽识报道 前国务卿蓬佩欧和前财政部长 美努钦曾在国会暴动案当时讨论过 希望引用宪法第25条修正案 以丧失能力条款罢免川普 可惜最后并未成功 记者陈丽星报道 俄乌战争将满半年 根据美国国防部估计 已经有多达8万的俄军 在乌克兰的战场伤亡 为了解决大批兵力折损的问题 CNN披露 莫斯科当局招募了国内的囚犯参战 为期受讯两个礼拜就可以上战场 而且他的酬劳是新台币 10万到15万的报酬 爆炸声四起 浓烟窜上蓝天 俄军自2014年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上 一个俄罗斯空军基地 惊传爆炸 已经出现伤亡 但莫斯科官方坚称爆炸原因是 基地内的弹药引爆 不是遭到乌军攻击 泽伦斯基没有提到爆炸事件 只表示乌军将重新夺回克里米亚 有乌国前官员大胆研判 乌军已经开始使用远程海马斯弹药 根据美国国防部估计已经有多达8万俄军在乌克兰伤亡 而CNN披露为了解决兵力折损问题 莫斯科当局不惜招募囚犯参战 而招募单位正是俄罗斯傭兵组织瓦格纳集团 而根据二媒报道 北韩也向克里米亚公提供了10万名指援军 前往乌克兰作战 但消息并未取得官方证实 俄乌战事将满半年 而乌克兰旅游业竟然在这时推出勇敢城市 以日游行程 地点包含基辅和奥德萨等地 想让游客见证战争底下的乌克兰 亲身体验乌克兰民众对于空袭警报 和漫步于残垣断壁的日常 乌克兰政府虽然给予支持 但基于安全考量计划并未得到批准 记者蔡星辰报道 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全球各地频繁出现灾情 南韩首尔八号晚间遭遇到115年来创纪录最大雨量 截至今天为止已经有16人死亡 17人受伤还有7人失踪 而且还导致多起的车辆跟财务的损失 尹席越总统也在这边跟他大虾至上前一 车子倾斜停靠路边门窗紧锁只有天窗开着 首尔八号晚间降下115年来瞬间最大暴雨 街道淹出一片汪洋 许多建筑物和车辆都难逃波及 而大水退去后 首尔街道仿佛大型车辆分场 暴雨当晚首尔部分地区遭遇每小时超过100毫米雨量 瞬间降雨量之大导致地铁站因洪水冲入停市 首都圈交通一度面临中断 目前南韩仍然持续降雨但大部分地区雨势已经减弱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全球各地频繁传来灾害 不过也有地方因此有新发现 飙山的气温反而揭开冰川之下的秘密 一名登山客近期在瑞士阿莱奇冰川发现融化后出土的飞机残骸 研判飞机在1968年最毁 而根据卫报报道 8号还有两位登山客在攀登位于瑞士南部的冰川时 也因冰川融化意外发现人骨 附近的小屋管理员推断 这个人应该在1970年代就已经死亡 记者综合报导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Co快点购 扫一下